好 看在這題喔 他說N為正整數 去證明8的N次番加6 這樣加起來橫為14的倍數 看信心 麻煩你以後 題目強調用的是什麼 用數學歸納法去證明 來 第一步 可不可以 我們先驗算 N等於一代信心 這N等於一時老師可以推得 好不好 先驗算一下 8一次番8 對吧 8一次加6等於幾 14 這14有沒有14的倍數 有 所以說基本上老師可以知道N等於一時加成立 所以第二步老師去假設 設什麼 去假設N等於K時也成立 看行不行 所以說去假設N等於K時成立 所以說基本上老師可以假設 對吧 N等於K時成立 所以8的K次番加6 會等於14的倍數 行不行 既然是14的倍數 是把它假設成14Q 好不好 基本上Q屬於什麼數 正整數 正整數 所以說去假設N等於K時成立 所以8的K次次番加6 等於14幾 14Q 好不好 所以Q屬於什麼數 正整數 所以8的K次番加6就是什麼 就是4 就是什麼 14的倍數 對不對 來第三步 這樣行不行 則 老師可以知道 N等於K加1 10 是吧 N等於K加1 10把它帶進去 把它帶進去 可見8的K次番加1 老師要去證明它也是14的倍數 這樣行不行 所以老師要證明8的K次番加1 再加6會是14的倍數 怎麼證明 證明的時候麻煩你 妥善利用這個式子行不行 因為你看一下 這時候麻煩你 想辦法去證明出來 怎麼證明 麻煩你 就帶入消去法 因為這時候注意聽 想辦法把8的K次番 8的K次番 是大家都有8的K次番 所以基本上8的K次番 可以寫成14Q-6 行不行 所以起到這邊8的K加1 可以寫成8乘3 8的K次番加6 行不行 所以說這會把它帶進來 行嗎 所以說告訴我 8的K次番怎麼寫 可以寫成14Q-6 看行不行 可不可以 8的可以14Q-6 行不行 所以說把它乘起來 變8乘314Q 是基本上不乘開 減掉48加647 42 行不行 這時候大家要提出14 好不好 因為要去證明它是14的倍數 所以說提出14的時候 這邊變8Q-3 這樣行不行 所以基本上 剛剛講過Q是屬於正整數了 所以8Q-3也是正整數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數值 對吧 所以說老師可以 因為 8Q-3 屬於什麼數 正整數 看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得到 8Q-3也是什麼數 正整數 看行不行 所以說老師可以知道 今天因為8Q-3是屬於什麼數 正整數 所以說14乘3一個正整數 所以說8Q-3 K-1 4Q-3 加6 也為多少 也為14的什麼倍數 看行不行 所以說這邊老師可以知道 有 123 即 數學歸納法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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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 原式可知 好到這邊 大家看一下 OK